新的健保制度不仅是福利调高 以往中小企业雇主爱用的健康家庭计划保险 也将加入加州医疗计划当中 而在今天的我该怎么办系列报导当中 华欣保险的专家就要为观众来说明 那现在目前是如果说小朋友 加在父母亲的这个保单下 其实可以加到26岁 那另外呢市场上也推出很多的计划 是针对比方说你有念大学的小孩 college的小孩 那可能身体状况都很不错 那是PPO的计划 那不管他今天到travel或是到别州 或是说回家 他都是到哪里都可以就医的 那也有低费的计划 那特别是提到一点是 我知道很多华人朋友的小朋友 都是在保州政府的healthy family 因为中小企业雇主在income上有这个弹性 那现在healthy family已经没有在 已经完全转到了medical 所以也就是说很多的 像我的这个客户会收到medical这边 或者social security这边会audit 说你这个income的部分过去你qualify 那现在你是不是还是qualify 所以观众朋友要小心 因为很多时候当这是medical的时候 那在income的这个审核上 还有就是收入的这个要求标准上 很多时候会是更低更严格 因为毕竟很多时候在以往 很多并没有qualify的income的人 这个时候可能就是大家会来重新检视 你是不是应该可以拿得到这个medical 继续使用medical的福利 所以healthy family这边如果您觉得您的income 已经不qualify在medical的朋友 其实可以不妨跟申请小朋友的个人保险 或者说加到大人公司的雇主的健康保险里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费